顾飞这三天的游戏时间是全花在见鬼身上了 每天在下都在这里督促见鬼 发现什么问题就毫不留情地严厉指出 当然顾飞的游戏时间倒没有因此而延长多少 但他不在的时候见鬼自己一个人那也是奋发苦练 诺夫就行这三天也是天天到场 他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人体播放器 想当初顾飞学功夫的时候 现代化的手段运用相当多 比如类似于现在这种教学史 顾飞都是跟着他老爹一起对着数米大的投影瓶边看边讲 看完两人出去对差 对差过程又有专人负责录像 回头放出来再分析 游戏里没这条件 于是顾飞也只能把诺夫救星换来直接主演 还总抱怨没有回放慢放重放暂停等功能 奸鬼在这方面倒没有什么惊人的领悟力 但他的坚韧不拔的意识却是不输给任何人 就他那份练级表现出来的韧劲 无论运用在什么方面都足以熬出一番成绩来 三天虽然不至于出现太明显的进步 但顾飞非常看好这家伙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见鬼这种徒弟绝对是让师父最省心的 顾飞每天过来说是督促 但见鬼还用得着督促吗 顾飞到场基本就是教 只要见鬼能记住 他就尽可能的往里塞 反正见鬼自会靠他的韧劲去消化 顾飞同时也告诉他了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要直接问 别含蓄 顾飞怕这家伙在这方面也韧劲起来 有不懂的不好意思问 一个人在那钻眼 那就太浪费时间了 顾飞三天塞他的东西 倒也够见鬼狠狠消化了 大量需要摒弃的陋习 见鬼做得很好 之后的适应工作 主要还是靠他自己 顾飞留下诺夫救星 让他时不时对见鬼提点着点 诺夫救星的水平 虽然和顾飞这种专业人士相距甚远 但比见鬼还是强多了 而且这家伙是功夫的爱好者 有些东西他虽然做不到 但是知道 这倒是有几分诱割那意思 这样的情况和见鬼一起互相指点论证 对两人可以说都是一次提高 顾飞安排好了特训这边的事儿 就加入到了市场审核的队伍当中 工作室这边是午夜带队 一共有十一人 除了午夜其他十人都不认识 等级有高有低 装备都极其普通 看起来都是工作室里真正干事儿的 而顾飞他们这边了 除了他以外 就来了个贱难忧和胶水 他们本就不用人多 事儿主要是工作室忙的 他们就一旁看着点就行 千里兄弟你们来看 这是我们工作室各主城的分部 今天刚刚递交上来的情况 午夜一见面后 就仰着手里的一大碟纸 对顾飞他们的人道 游戏里目前主城共一百座整 每城玩家都在五十万上下 目前来看 四十几以上玩家 亦是主流 要占玩家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三十几至四十几的玩家数 占百分之三十 三十几以下相对来说升级很快 这个阶段的玩家 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 我们的意思呢 三十几以下 基本没有开发效率炼击法的必要 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三十几以上的玩家群体 尤其四十几的链级区 将是开发的重点所在 而各城的链级区 虽然数量有益 但从容纳玩家的总数来看 却大致相当的 三十几至三十五级的链级区 可同时容纳一万左右玩家链级 三十五级至四十级的链级区 大概两万左右 而四十级至四十五级的链级区 可达五万以上 有这个递增的数列可以看出 官方对于游戏玩家的数量 以及等级的分布 还是有一定的预见的 加上任务分流出去的 相当一部分的玩家人群 如果玩家能够合理岔开时间 这链级区倒是足够够用 只可惜这个时间是永远岔不开的 晚七点至十一点的在线高峰期 链级区始终是人满为患 嗯 顾飞点点头 最后道 说和咱们要做的事有关的吧 哦 不好意思 无业盲道 这个各城链级区 容量虽然基本相当 但各主城的链级区数量 却并不同一 以越野城为例 四十至四十五级链级区 共有九个 而放到临水城 却只有七个岛屿 而在蒙土城这阶段的链级区却多达十二个 武业说 顾飞点了点头 链级区多的 对我们来说倒是比较麻烦一些 武业点了点头道 这是我们各主城分布递交上来的链级区分布材料 你们可以看一下 武业把一碟材料递给了顾飞三人 他却接着道 目前一百座主城的总数统计 四十至五十级的链级区 共有五百一十一个 三十五级到四十级的链级区 二百零四个 三十级到三十五级的链级区 一百一十七个 共计链级区八百三十二个 都是我们可能的开发区 八百三十二个 顾飞额头已经见汗了 而武业则在望着他继续道 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一下 效率链级法每开发一套所需要的时间 这个 怪物等级不同 难度也不一样 如果以四十五级来说的话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算吧 顾飞说 一小时一套 午夜也皱眉了 按这来算的话 这个速度可就有点太慢了 白氏经伦先生 一个人的话 按正常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 那需要一百零四天整 才能将这些全部开发完 三个多月 这可有点太长了 午夜说 他心中的这个企划 就是追求一个筷子 一切都要快 在官方做出反应之前 一波流 把钱赚到 三个多月的周期 是他不敢接受的 一旦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 官方对效率炼击法叫停 他们迎起这样的工作室 是绝不敢不遵守的 再或许表面上不叫 暗中做一些调整 让他们之前一个月的开发 前功尽弃 这也是午夜 无法承受的 结果顾飞听罢 却苦笑地摇了摇头 你把概念理解错了 一套并不是指 一个链级区的所有打法 以我们之前运营的情况 一个链级区提供的打法 一共有九套 这 午夜更诧异了 这么说 开发一个链级区 几乎就要一天的时间 是这样 这种细致的开发 目前也就在 白墨仿链级区进行了一次 顾飞和百事经伦 连开发带交汇 剑南忧他们七人众 那一天就是这么过掉的 昨天在游业谷 怪物等级虽高 但单人只开发了 盗贼和弓箭手 有敏捷两板 之后的双人版本 玩家们学起来苦 但对于顾飞和百事经伦来说 两个人收拾一个怪 比一个人收拾 当然更加容易 所以他俩开发的 倒也不慢 所以昨天那活开发的 倒是快 只是交的有些累 这一下 午夜遭受的打击 就更沉重了 但这才知道 他心中的伟大企划 竟然只存在 理论上的可能性 到了要实际操作的时候 时间却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时间 午夜的计划中 最怕的就是耽误时间 这 这 这你怎么不早说呀 午夜人都快瘫倒下去了 他对这计划 本是满怀信心 在老板那边 更是夸下了海口 谁想 这么关键的问题 到现在才知道 一个链极区 一天才能弄完 八百个 两年多 午夜差点把牙 给咬碎了 剑南忧 却在此时突然开口 一个链极区一天 这个问题 我们是可以回避的 怎么 午夜开始一个链极区 一小时都嫌多呢 在经历了一个 要一天的打击后 心理的底线 顿时放低了不少 简单忧道 其实 一个链极区 一次 哪怕就提供 一个职业的效率链极法 报名玩家的问题 也是绝对不用发愁的 我们会一个链极区 提供九套链极法 主要是因为 我们打的是 量身定做的口号 此外 也有一点是考虑到 只针对某一职业的话 其他职业完整 心怀不满 恶意捣乱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 八百个链极区 同时启动 我们完全可以 这一百个链极区 专攻法师 这一百个专攻战士 再一百个盗贼 以此类推 最后一百个给特殊需求 这样不是更简单方便 容易操作吗 对呀 午夜一听 这主意 人又精神起来了 自己刚才怎么没想到 看来 真是关心择乱了 午夜连拍自己脑袋 感激地忘了 建南忧一眼 这样一来 虽然又回到了 他开始闲长的 一个链极区一小时 但经历过大起大落后 一个区一小时 让他觉得无比幸福 而顾飞这时也补充了一点料 一个链极区一小时 一百零四天 你刚才也觉得有些太长 不过正巧 还有个事和你说了以后 这链极区就可以再消去一些 数量减少 用的时间不就又缩短了 午夜听后一争 数量减少时间也短 但意味着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啊 他正这儿想呢 顾飞已经接着到 效率链极法对怪不是没要求的 等级职业 这些其实并不算太关键 最关键的一点是 怪得是人形怪 人形怪 午夜一争 没错 人形也不要求就得是人类 只要是站立的 行动像人类一样的就行 比如狼人什么的 那也差不多 但那些爬行的动物 飞来飞去的鸟虫 没脸没手 胡乱飘的元素幽魂什么的 这类绝对不行 去除了这些 如果你还嫌多的话 人形怪里 动作法术吟唱为攻击手段的 也可以删了 如果这还不够 哎够了够了 我算算我算算 午夜急了 这原来还不是八百个炼机去全能玩 还得删 而且人形怪这一条 其实相当苛刻 在这么个奇幻的拟真世界 像顾飞刚才所说的这些 飞人的生物 当然也是主角 在扮演炼机NPC的戏份中 足以和人形怪 分庭抗礼 午夜估摸着 顾飞 这句话一飞 飞掉的 得是 一半连机区 这意味着 一半的收入啊 午夜想想 就觉得肉疼 大堆的资料 又回到他的手上 分拨给身边的诗人 开始飞快地整理 这些资料中 连机区怪物的情报 当然也都列上去了 是人 是鬼 两眼就看得出 但就这样 统计也用了相当一段时间 末了众人互相照面一报数字 统计结果 出来了 午夜很郁闷 平行世界 真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 这一统计 人形怪比他想象的 还要少 只有311个连机区 距离一半 还差这一百多呢 331 午夜一边把这数 报给顾飞他们吃 一边在心里算着 而这边建南忧 则是直接口算出声 331个连机区 照我们之前在白墨坊 连机的4万人份额 每人99金币的收费 那可以达到13亿 1000万金币 按目前金币和人民币 100比30的汇率 也差不多有3亿多 是提几成来着 两成 顾飞说 那么底线就是6000万了 建南忧点着头道 不不不 这边午夜 已经开始摇头 资料拿到手时 收益 他已经大致估算过了 当然是早有准备 虽然现在800变300 但原理还是差不多 午夜这喊完不 跟着就到 现在是331个 连机区同时开放 和你们当初 只一个连机开放 完全不同 可不能拿你们 那个数据 往这里套算 那你说应该怎么算 顾飞问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风险 主要是来自游戏公司方面 坦白说 这笔买卖 我并不看好 我们可以善终 很有可能 刚一开始 就被游戏公司叫停 所以 我的方案 和你们当初的动作 并不相同 我们这次 一次就打出 331个 连机区的招牌 这影响力太大 我们没有时间 等一天两天 玩家来报名 顶多一个两个小时 我们就得开始教学 因为我们需要和游戏公司 抢时间 也许 在我们广告 打出的那一刻起 他们就已经在 召开会议 讨论这个事 该如何处理 我们就是要尽快 抢在他们之前 尽可能的多捞金 所以说呀 我们这一趟 究竟能有多少收入 弹性很大 这和游戏公司的反应 这个我们无法预料的因素 结合在一起 照你们那个法子 执行出来的四万人 对我们来说 并不可取 午夜道 哦 那如果游戏公司叫停 你们会怎么做 顾飞问 那没有办法 我们英奇这边 和游戏公司 是有部分合作关系的 如果叫停 我们必须遵守 午夜说 那么在叫停后 已经交了钱 但却还没来及 学习效率炼击法的玩家 该怎么办 顾飞问